我已經幾乎順著從18歲開始到現在 也五十四個年頭了 在五六十年前就是一個小小的 金花族做出來的一個鉛筆刀工廠 那那個工廠就是來臨當中的工廠 往上就把它整理下去當我們的歐盒 我們是這樣起家的 時代在轉變科技也在進步 順著一直六十年來始終如一 就是順著道德的軌跡 一步一腳印的塑造高度專業高品質的形象 財務透明化是我最重視的程序原始 順著這些年來可以獲得國內外客戶的肯定 與支持就在於我們No.1的品質 責任以順著的態度收到送到絕不投入 那員工對付類才是順著最大的資產 在兩岸三地我們都設立了有工廠的目標 因為有順著越過真正的付出 我們才能提供更完整的服務 以及無可挑剔的品質 我們以誠信穩獻力主 以挑戰創新展望金工業 順著道德的軌跡 相信下一個六十年 我們能打造更卓越的好位 這些年是順德文技事業的豐收時節 從2005年至今 我們總共取得了發明、創新等七十多項產品專利 今年2013年更得到了德國IF產品設計大獎的肯定 順德的文具事業非常重視改良與創新 我們要求研發的產品 都要領先其他品牌十年以上的專利保護 堅持不做me2的產品 就是要走出自己的品味 研發前後的雙四調策略 更大大提高了新品上市等成功力 做出貼近消費者 符合全球市場需求的產品 是順德努力的目標 我們不想做價格上的競爭 因為順德要追求的是 新品的品質與創新的價值 這也是往後一甲值 我們能會繼續努力的目標 一間公司的信譽 都是建立在它對產品的用心程度上 德惠科技一直以來 就是以專業的實科技術 提供客戶高品質的產品 站在客戶的角度去想 才會有最完美的結果 輕薄、小型、可攜帶化 是未來科技產品的大趨勢 未來與客戶間的合作 勢必朝高密度化、高技術力的要求前進 所以如何保持技術的優勢 以競爭者的差異化 是我們現在的利基 也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不僅持續提升技術 德惠科技也將整合這些技術 當技術的領導者 除了現有的產品外 還能發展其他符合趨勢的產品 要讓自己跟客戶一起不停提升 持續成長、越來越強 才能創造莊園